不拉不尿不倒三个月 在我的世界里用方块自制了一座地狱 没想到因为这地狱做得太过真实 居然让掌管地狱的恶魔巴罕木克 亲自转伤了我 他表示要让我帮他复刻一个 和游戏里一样的地狱 本来我是拒绝的 但他却说如果新建的地狱 可以正常运转的话 那么他将把这个地狱的使用权交给我 文言我立马答应了巴罕木克 收下了用来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因为我要用这个地狱 让所有欺辱过我的人和我一样 全都体验一下什么是生不如死 不过巴罕木克表示 这新建的地狱如果要正常运作的话 有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便是为地狱拟定罪名 因为被打入地狱的囚犯 必须要有罪名才行 第二个则是地狱的设计 必须让囚犯绝对无法逃脱 因为地狱的本质 就是让罪人承受永恒的痛苦 所以一旦让罪人逃离了那里 那个地狱就会自动消失 而掌管地狱的恶魔 也会迎来死亡的结局 文言我狐一地问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建造的地狱有漏洞的话 就要由你来负责 没错 但你不需要有压力 因为如果我死的话 我必将在那之前先撵碎你的灵魂 听到这我也大概懂了游戏规则 随即巴罕木克打了个响指 然后下一秒 天空变成了血色 紧接着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电流顺着网线 一路把我的电脑劈得滋滋作响 而这时的电脑屏幕上 我的世界也已经变成了我的地狱 巴罕木克这时也表示 我可以开始正式建造地狱了 之后 我不眠不休 花了整整七天零四小时三十七分钟 居然真的爆端出了一座超真实的地狱 而我也早就为这座地狱想好了一个罪名 那就是背叛 至此 背叛地狱正式成立 接着我将刚建好的地狱保存 然后转身便准备出门 想着赶紧找个大渊种试试这个地狱 随即我把目光放在了我的母亲身上 是的 我要把我的母亲先拉入地狱开个光 因为这个壁池是我爸包养的小三 当年就是因为他的出现 我爸居然狠心将结婚十八年的妈妈赶出家门 自那天以后 他就整天在这个家里有手好闲靠我爸养了他 甚至还对我指手画脚 哪怕到今天也是一样 动不动就骂我烂屁股 不过我发誓 今天将是他活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天 因为我早已在恶魔的帮助下 成为了背叛地狱的主人 只要让这个壁池犯下背叛之罪 那他将立马被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随即我输了口气 开始故意在女人面前装满 我知道这个女人只是涂我爸的钱 所以我直接带他去了我爸的房间 爸爸的保险柜里至少有十个亿 我当即表示只要他肯离开 我就把这些钱全都给他 女人见状不禁问道 为什么突然都要给我呢 这些钱不都是你爸留给你买房买车的钱吗 因为我希望我妈能回来 只要阿姨你离开 我妈就一定会回来的 无论怎样都好 您可以拿着这些钱从我们的世界消失吗 文言这个贪财的女人顿时失了指 以为我来真的 当即就跑去打开包包 准备拿钱跑路 然而就在她一脸得意忘形的时候 殊不知我手里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已经有了粉 随即我举起钥匙按下大门开关 下一秒一阵诡异的红光从钥匙周围散发出来 地狱之门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我没有犹豫 直接将钥匙插了进去 随着地狱之门被打开 几只触手从地狱探出 他们直接将犯下背叛之罪的女人死死 女人根本来不及挣脱 瞬间便被触手拉入了十八层地狱 紧接着地狱之门关闭 女人被触手拖到了一处密室 很快密室周围的墙面开始快速闭合 最后伴着女人一生生绝望的嘶吼 哼 我的后妈爆僵了 与此同时 亲手杀了后妈的我正在墙角瑟瑟发门 不过不是因为杀了她感到愧疚 而是开心 我直接控制不住大笑了起来 随后画面一转 我穿上了校服 打算去趟学校 我要把学校里那群曾欺辱过我的杂碎 也通通打入地狱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已经三个月没来学校上课的我 才刚到班里坐下 那群砸碎就把我围了起来 他们会习惯性地把我拉去厕所 然后让我交今天的保护费 但凡我说出一个不字 这下场便只有吃拳头的份 看着我被打得越惨 这群畜生就越高兴 但是 今天我不打算再逃避了 于是我把手伸向了衣服内的口袋 直接拿出整整五百万元子 然后扔到地上说道 校训我也可以 但我不能平白无故地被欺负 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文言金圣焕有些不爽 当即冲过来就想报答我 可就在他出手的同时 一旁看戏的绿毛 替我挡下了这一拳 接着他捡起地上的钱说道 他能以这么可笑的方式 拿出五百万 也说明他能拿出更多的钱 不是吗 所以朋友 你想拜托我们什么事 听到这话 我就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 于是我又从口袋里 拿出更多的钱说道 既然要挨打的话 就让金圣焕和我一起挨打 至于钱的话 你们想要多少都可以 此话一出 所有人把目光全都落向了金圣焕 为首的肌肉男 直接将金圣焕一把揉住 而金圣焕这时才感觉到情况不对 害怕地赶忙缩到角落 并嚷嚷着你们在搞什么飞机 不料绿毛直言道 大伙也只是想挣给您花钱 你就这么不情愿吗 文言金圣焕欲哭无泪 揪着我的衣服大妈 为什么要把他也脱下水 还甜不知识地 和我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那是我和金圣焕在小学 是最要好的朋友 可到了高中后 他便跟着校爸一起霸凌我 即使我跪在地上 求他念在朋友的份上 不要打我 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 把我当成了发泄工具 想到这我不禁笑着 对金圣焕说道 的确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你也亲身体会一下 我的人生到底有多悲惨 听完这话金圣焕暴怒 举起拳头就要锤我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大手抓住了他 肌肉男直接一把将其甩飞出去 这时绿毛俯下身子见兮兮地说道 毕竟我们拿了人家的钱 所以金圣焕 我觉得从你这边先下手 才算合理吧 说爸绿毛直接一大脚 踩到了金圣焕脸上 紧接着众人一起 对金圣焕做起了鞋底按摩 看着金圣焕一点点被打成猪头 我知道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随即我从口袋中 拿出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并将钥匙对准了眼前这三个杂碎 让我举起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时 三人齐刷刷地朝我看来 见状我直接骂道 我热烈的吗 你们这群垃圾都给老子下地狱去吗 说爸我按下钥匙上的开关 那么我熟悉的红光再次乍现出来 随后地狱之门应声而来 又是无数只触手从中探出 三人瞬间便被触手死死缠住 然而就在几人即将堕入地狱之时 绿毛居然用手趁机抓住了门框 他绝望地想要求我放过他 但我很清楚这个人渣 曾经是怎么欺辱我的 不仅只使金圣焕将泡面倒在我头上 还经常在刻余时间报答我 于是我将他扣住门框的手指 一根一根往外撇掉 直到他完全坠入地狱 解决掉三个人渣后地狱之门关闭 但现在还差最后一个金圣焕还没有解决 于是我转身大步朝他走去 然后蹲下身子问道 喂 金圣焕 你不好奇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吗 听起来可能有点扯淡 但地狱之门确实被我开启了 因为前不久 我拿到了可以开启他的钥匙 听到这金圣焕慌张地也想要求我放过他 而我念在曾经好歹是睡过一张床的好兄弟 并且一起上了这么多年学的份上 对着他低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 但我依然把你当朋友 所以既然已经教训了你几下 就算了 即使还不解恨 但就这样吧 闻言金圣焕赶忙附和道 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 但是我真的只是因为害怕他们才那么对你 边说着金圣焕还跪在地上跟我道着钱 而我只撂下一句没关系便准备离开 不过 就在我靠近厕所门的时候 口袋里的地狱之池不慎掉落 钥匙掉落的声音瞬间吸引了金圣焕 这是他回忆起我刚说过的话 这是一把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想到这金圣焕直接朝钥匙扑了过去 并一把将钥匙揽入手中 甚至扬言等下要把我送进地狱 但等他探亲手中刚拿到的东西 是人都傻了 哪里有什么地狱之池 就是个普通的金色钥匙 与此同时 我缓缓朝他走来 地狱之池也已经有了反应 我没有犹豫 在一阵红光过后 把金圣焕也送进了地狱 这番操作不禁让巴罕木克都鼓起了掌 称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 随后我回到了家 我下一个要送入地狱的目标也马上到了 没错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就在刚刚 这个人渣从我面前经过的一瞬间 我口袋里的地狱之士便已有了反应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很奇怪 因为他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 每天都会背叛自己的客户 今天也不会例外 随即我举起地狱之士 对着我爸按下了钥匙上的开关 而我爸见状还以为我这是在犯神禁闭 当即抬手便准备给我一巴掌 可还没等他发力 要是周围散发出的红光就把他吓了一跳 紧接着地狱之门应声而来 这个人渣此时还一脸懵逼地问我这是什么 文言我不屑地回复道 这个呀 是我送给你的甜蜜小屋 我这边话音刚落 地狱内的无数只触手便朝我爸伸了不去 这个人渣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随着地狱之门关闭 我爸被我囚禁在了地狱内的一处牢笼 而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真子 至此我计划内所有的复仇对象 全都被我送进了地狱 不过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因为在短时间内消失了这么多人 警察早晚会找上我 所以我打算直接去警察局报案 本以为只要我谎称爸妈突然失踪 就可以混淆警方的调查 但事情显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之前学校里那几个校爸失踪的事 也有人报了案 我不出意外地被锁定成了重大嫌疑人 因为和所有失踪者有过接触的 就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 即使被警察扣在审讯室里各种逼宫 我也丝毫不慌 甚至有点想笑 要知道构成害人罪的三要素 至少需要三个 尸体 凶器 还有目击者 而除了这六个被我打入地狱的人以外 并没有人看到我打开过地狱之门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 然而就在我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时 殊不知此时审讯室的门外 正有个大麻烦等着我 男人是重案组的刑警朴阿伟 他先是让刚刚审讯我的助理 把审讯室的麦克风关闭 然后只身进入了审讯室 朴阿伟打算亲自审我 起初我本以为他会和别的警察一样 问我一些有的没的 可没想到他只说了一句话 就差点把我吓得尿裤兜子 小子 那些人应该是都被你送进地狱了吧 边说着朴阿伟拿出了一把蓝色的地狱知识 见状我直接呆愣在原地 冷汗不自觉地从脸上冒出 我甚至连怎么回复他的话都不知道 而我的这些微表情 早已被朴阿伟全部看穿 此时空气安静得有些可怕 我甚至都做好了用地狱知识和他拼命的准备 先军一发之际 我的右手边忽然炸起一阵火光 是巴罕木克来了 而朴阿伟的身边也忽然传来一响 一只身穿黑衣的恶魔走了过来 他叫蒙家 也是一位掌管地狱的恶魔 巴罕木克这时对着我说道 先收起你的敌一把人类 因为真正的游戏还没开始 原来在下午我来警局报案的时候 巴罕木克收到了紧急召回的通知 只见一只来自地狱的小恶魔从地板上浮现出来 小恶魔表示恶魔之主路西法要召集他去开会 毕竟是恶魔之主的吩咐 巴罕木克也不敢拒绝 当即召唤了通往地狱的传送门 随后画面一转 巴罕木克来到了地狱内的某座城堡 此时城堡的大厅内 除了巴罕木克以外 11个掌管不同地狱的恶魔都齐聚一堂 而坐在最中间的便是所有地狱的主人 路西法 他召来所有恶魔只为让他们玩一场死亡游戏 不久前 路西法曾将地狱的种类分为了12个 并将这12个地狱分配给了眼前这12只恶魔 而所有恶魔们都和巴罕木克一样 各自绑定了人类为他们建造地狱 至于路西法所说的死亡游戏 其实就是让这些恶魔们所选择的人类 玩一场互相把对方关进地狱的游戏 因为不光恶魔们对彼此的罪名一无所知 他们绑定的人类也是 而路西法这么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他想通过这个游戏选出最具有普遍性的地狱 然后将这个地狱编制为正式地狱 不过路西法也规定了游戏规则 就是恶魔们不能使用权能 但可以用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人类 并且只能给予最少的帮助 而除了这些以外 不管这些人类使用多么卑鄙龙的手段都无所谓 路西法表示 他只需要活到最后的那个人类所建造的地狱 人类 你听懂了吧 这就是我刚说的死亡游戏 恶魔蒙家这时也对朴阿伟说道 先放了他吧 说不定他还会对我们消灭其他地狱拥有者 但其实朴阿伟很清楚 就算蒙家不这么说他也会放了我 因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的话 根本没办法证明我的犯罪事实 随后在巴罕木克的帮助下 我成功从审讯室里被放出 可就在我走后蒙家对朴阿伟说道 先不要觉得可惜 你的罪名比任何地狱独好 我们就拿他当猎犬 等没了用处再吃掉也不迟 那是当然 毕竟只有我活到最后才能实现正义社会 与此同时 回到家后我跟巴罕木克详细聊了一下这个死亡游戏 我发现这个游戏根本没有我选择的权利 因为即使我不动手 也会有其他人找上门来 然后把我关进他们的地狱 文言巴罕木克回复道 没错 不过我的处境和你没什么两样 路西法说过他只会留一个地狱 所以我们这些和地狱签订契约的论谋 最终也只能留下一个 其余则全部消亡 听到这我盘坐在床上 认真地询问了巴罕木克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地狱消失的话 地狱里面的人会怎么样 当然是和地狱一起消失了 这样吗 那我就不能轻易放弃了 我绝不能让被关在里面的家伙们 那么轻松就得到解脱 听到我这么说巴罕木克都吓了一跳 好小子 你竟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被关押的囚犯活下去 是啊 那不正是地狱的本质吗 因为它是给予永恒痛苦的空间 才被叫做地狱吧 哈哈哈哈 没错 你说得对 和你这种活宝合作的话 或许成为新地狱的主人 也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 我大恶魔巴罕木克承认你是我的同僚 至此我和巴罕木克也算上了同一条船 不过我们握手的这一幕 也恰好被远处的一只眼睛盯上 是恶魔萨迪乌斯和他绑定的地狱创造者发现了我 女人名叫徐明彩 地狱罪名未知 与此同时 我又问起巴罕木克关于游戏规则中 恶魔不能使用全能的问题 巴罕木克解释道 全能是指入西法赋予恶魔们的能力 比如在现实世界和地狱中的空间移动能力 还有从我体内喷出的地狱 亦或者可以命令下等恶魔们的权利等等 当然除了全能 每个恶魔都有一种天生的固有能力 那巴罕木克 你的能力是什么 感知死亡的能力 可以说明一下具体是什么能力吗 然而等我刚说完这句话 房子的门铃就忽然响了 我还以为室友快递到了就没多想 通过门口的监控我看到 居然是徐明彩找到了我 而他见我迟迟不可开门 居然直接在我家门口脱起了衣服 好奇的我没忍住 用门上的监控多看了一眼 他中路的两座防御塔 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一眼 差点让我丢了性命 因为女人背后正拿着一把锤子 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杀掉我 不知情的我还以为 女孩是搞什么颜色服务的 吓得我赶紧关了监控 并示意让他快点离开 但门眼女孩却直接举起了锤子 对着门上的电子锁就准备中击 这声音顿时把我搞得头皮发麻 而巴罕木克文声也从卧室里走出来 他感知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股黑烟便是巴罕木克的能力 他能感知到女人是来取我性命的 顿时一股不好的预感从我脑海闪过 因为我平时只待在家里 根本不可能做过什么 足以让陌生人上门取命的事 除非他和我一样 也是个地域创造者 然而就在这时 徐明才已经准备轮第二下了 这事我仔细想了一下 既然刚刚徐明才只在监控中 漏了一个部位 就可以给我定罪的话 那罪名必定是偷窥 相反我的罪名是背叛 而且刚才只是跟他说了两句话 肯定还不足以构成背叛之罪 但是如果让他相信 在他砸开门的一瞬间 我也能启动钥匙的话会怎么样呢 想到这我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此时徐明才又继续锤了几下门 眼看大门即将被他破开 我直接盘坐到地上说道 喂 女人 如果你现在进来的话 你也会掉进我的地狱 少放屁了 你都被逼到绝境了 还想吓唬我 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砸门 就说明我已经满足 开启地狱之门的条件了 边说着徐明才又对着电子锁 来得吓狠 这一下直接将电子锁 整个锤掉下来 然而就在徐明才打算伸手 将门拉开之时 我严肃地说道 我再说一遍 进来的话 你也会掉进地狱 文言徐明才愣住了 心想这小子怎么还不跑 也不求饶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徐明才犹豫了 没有第一时间破门而入 此时我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 随即我又继续补充道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动 那是因为身为宅男的我 能够开启的地狱是侵犯地狱 徐明才虽然猜到我在炸壶 可是他心想 万一我说的是真的会怎么样呢 于是他在脑海中 模拟了打开门后会发生的事 倒是不出意外的话 我会比他提前开启地狱之门 徐明才当然也不敢冒这个险 但是如果只是把钥匙 从门缝里塞进去的话 徐明才自己也会构成侵犯之罪 只能落得和我同归于尽的下场 不过 钥匙直接就这么撤退的话 徐明才也是亏的 因为我已经掌握了 他的钥匙启动条件 从长远来看的话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 他以后的致命弱点 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盘将死之举 无论徐明才选哪一个方案 风险都很大 就在徐明才犹豫不决时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双赢的建议 不如我们结盟吧 呵呵 结盟 如你所知 能活到最后的地狱使用者只有一个人 可没有共同胜利这个选项 你说的没错 但我们不是一支同盟 至少在处理掉其余十个人之前 我们是可以维持同盟关系的 而且 你有信心独自面对 十名不知道罪名的参与者吗 听完我说的这些徐明才 也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这个游戏越往后 就越是需要孤军奋战 加上自己的地狱信息已经泄露 日后再和我交手的话 也不一定会有优势 想到这徐明才转头 向萨迪乌斯询问了一下意见 可萨迪乌斯对此也给不了什么决策 没办法 徐明才只好先妥协 随即我报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并表示让他先离开 后面再打电话联系 因为刚才徐明才杂门的声音 并引起了骚乱 等会警察很快就会到 虽然听我这么说徐明才很不爽 但还是拿出手机留了我的电话 离开时还心想 这个死宅男还真不是一个 能轻松倒定的人了 然而等徐明才前脚当一走 我直接一整个瘫倒在地 并向巴喊木克斗操道 阿西吧 差点就没命了呀 我想过会有恶魔拥有 感知地狱使用者的能力 但没想到你会被罪先顶上 比起这个 人类 你竟然能在一瞬间 想到应对的方法 真是太聪明了 对此我不得不提出表情 事后 在当天晚上 徐明才给我发了条消息 他表示同意结盟 但如果我背叛他的话 他也会杀了我 看到他这么说 我嘴都笑完了 因为等到打破同盟的时候 我的背叛地狱 才是获利最大的那个 与此同时 朴阿伟这边也有了动静 他的助理告诉他 我的邻居昨晚听到一响 然后报警了 可等警察找上门后 我又说没什么事 这一听朴阿伟顿失踪了 当即调出了 昨晚我家楼道的监控录像 用屁股想都知道 这个女孩也是个地狱创造的 看完后他又吩咐助理 要他派一个人跟踪我一周 此时 朴阿伟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不过这死亡游戏 也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已经出现了 第一位淘汰者 正是眼前这位光头老汉 而他临死前 却根本不知道 自己犯了什么罪 等将要把老汉 送进地狱时 男人才解释到 有时候 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 随着柳能涵 启动手中的地狱之时 老头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便在一阵白光过后 被送进了地狱 而与老头绑定的恶魔 随即也开始一点点消失 然而 在临死前 这只恶魔本想说几句 遗言在里喝饭 但还没说两个字 便被柳能涵一脚踩的魂飞魄散 哼 真是个无能的恶魔 偏偏给自己挑了个如此无能的人 见状于柳能涵绑定的恶魔 机哥不禁感叹道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该这样侮辱上等恶魔呀 怎么 你不爽啊 如果你不想也变成这样 就给我好好干 文言机哥都被吓了一跳 可紧接着柳能涵又解释道 开玩笑的啦 机哥 我们可是伙伴 现在还剩下十个人 只要我们一起干掉那些家伙 就一定能建造出真正的乌托邦 相比于柳能涵 同样身为地狱创造者的我却在摆烂 每天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打游戏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三天之后 连巴喊木客都忍不住吐槽道 小子 自从你跟那个女孩建立同盟后 怎么开始放弄 你的目的不是成为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吗 我知道你很希望我马上出去 然后挨个处理掉那些地狱使用者 老实说 我并不是什么慢性子的人 所以也想尽快行动 那你为什么如此悠闲 第一 这个死亡游戏越临近后半场 就越没有休息的时间 也没有收集信息的时间 你想想看 到时候我能好好睡上一觉吗 甚至有可能成为被实力出众的人提前带走 第二 就像我刚刚说的 等到大家的耐心消磨殆尽之后 一定会出现犯错的家伙 因为总有一些傻瓜认为 比起游戏的输赢 战斗的胜利更加重要 所以就等到我成为大家的目标之后再行动吧 然而等我话音刚落 徐明彩就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喂 死宅男 你他喵说要跟我结盟 结果却消失了三天 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文言我淡定地回复道 你不懂 我现在像这样什么都不做 其实也是一种战略 说不定还会有人像你一样闯进我家之后 犯了侵犯之罪而被我带走了吧 得了吧 你可真能找借口 给你说个正事 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已经发生了一个事件了 这么快吗 什么事件 我会把链接发到你手机上 确认后一块见个面吧 因为这个事件需要我们一起行动 说吧 徐明彩挂断了电话 并用短信给我发来一个网站 见状我赶忙点了进去 内容是一个黄头发主播的直播录品 女孩名叫加加卡 她不仅在视频中表示了自己是一名地域创造者 还将死亡游戏的规则说了出来 甚至主动把自己家的地址都公布了 她想通过这个视频 将12位地域创造者全部邀约到自己家里 而且时间就定在了今晚12点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我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 逼进去的话 说不定就能掌握到更多有关 其他地域使用者的相关信息 随后 我将徐明彩专门约到了一处 人流量很密集的咖啡厅 可还没跟徐明彩说上两句话 刑警条阿伟便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走过来 他二话不说 直接坐到了我俩旁边 并晾出了衣服里 已经满足启动条件的地域知识 并扬扬我俩要是再动一下的话 就把我们都送进地域 此时空气仿佛凝固 而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就犯了条阿伟规定的罪名 甚至在哪一个瞬间我都想不起来 明明在死亡游戏开始后 我连到的垃圾都小心翼翼地在分类 而且就连平时最爱的动作小电影也删了 哪怕是在深夜过一辆车都没有的马路 我都会等红绿灯 我特么到底是怎么就犯罪了呀 不对 等等 此时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种假设 我记得上次在警局的时候 条阿伟的钥匙是没有反应的 所以现在钥匙肯定不会对我出发 至于徐明彩的话 他也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表情 想到这我脑袋轰得炸开 随即直接站起对徐明彩说道 走 徐明彩 我们到咖啡厅外面吧 见状嫖阿伟顿时怒了 老子跟你说过不要动的吧 赶紧给我坐下 呵呵 别装了 你是不是威胁了一个犯罪的人 并把那个人安插到了这家咖啡厅 说完我将目光落在了身后的一个肌肉男身上 他浑身发抖看起来非常紧张 并且面前还放着等待取餐的震动力 这证明他也是刚来咖啡厅没多久 随即我直接转身去跟他打了声招呼 哥们 你是因为被那个刑警威胁 所以才来到这里的吧 我说刑警先生 想用诈呼这种手段也得分人了 听到我这么说徐明彩也站了起来 怒骂朴阿伟真是个大骗子 这时被拆穿身份的肌肉男也不装了 在朴阿伟旁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后 便赶忙拿着衣服跑了 不过 朴阿伟这时却忽然笑了 小子 你长本事了呀 上次在警局是因为被逼入绝境 所以才没能发挥出真本是吗 文言我呆愣在原地 以为朴阿伟这次要来真的 可没想到 他只是起身拍了拍我和徐明彩的肩膀说道 我总不能和一些没脑子的家伙们结盟吧 先做下吧小家伙们 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建议 不过虽然朴阿伟忽然换了态度 但我和徐明彩还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而且我没有立刻拒绝朴阿伟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家伙是刑警 他能够以案件数据为基础 推理出地狱使用者 另外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他还可以使用公权力 强行拘禁或者跟踪某个人 就好比我和徐明彩 都只有各自的地狱恶魔这一张底牌 而朴阿伟则是一开始就手握两张牌的存在 所以如果是这种人提议结盟的话 还是有接受价值的 另外对于今晚的团战来说 人数越多对我们越有利 想到这我向朴阿伟提出了一个条件 刑警先生 要是说出您的罪名 我们就接受你同盟的提议 可文言朴阿伟却表示这个不行 但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说法朴阿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他表示自己曾将117个人打入过地狱 并且将这117次关于地狱知识的使用情况 全部都记录到了这个笔记本上 内容包括地狱知识 最多可以在距离目标几米的地方使用 还有一次能将多少人送进地狱 以及打开地狱之门的冷却时间等等 听完这些我和徐明彩早已呆愣在原地 要知道我俩加起来送进地狱的人数 还不到他的领头 这时朴阿伟又继续说道 作为结盟条件 我会把这些数据交给你们 但你们要在今晚的加加卡团战中 站在我对面 随后我和徐明彩暂且接受了 和朴阿伟的笔记本 并收下了他记录数据的笔记本 然而就在我俩前脚刚离开咖啡厅后 恶魔盟家便出现在朴阿伟身后说道 刑警先生 你为了让他们接受结盟的提议 是不是露太多点了 文言朴阿伟笑道 盟家你别担心 他们两个拿走的笔记本里 有一些重要的数据已经被我稍作修改了 如果在关键时刻那两个家伙背叛我的话 我就可以张大嘴巴 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吞下去 随后时间到了晚上 距离加加卡团战还有三个多小时 此时我和徐明彩准备商量一下等会的作战计划 我提议让徐明彩使用一下他的追踪能力 从而提前掌握其他地域使用者的位置信息 可文言徐明彩却直接表示这样可能不太行 只见他捡起一根树枝 给我在地上做起了图结 徐明彩表示他的恶魔能力是 共享离他本人最近的追踪对象视角 简单说就是在追踪地域使用者时 他只能侦查出离自己最近的地域使用者的位置 而现在因为我和徐明彩距离最近 所以这个能力基本上没啥用 随即我又问了他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大概是每12小时可以使用一次 并且每次5分钟 边说着徐明彩又跟我说起了 他曾追踪到的其他地域使用者 一共有两位 第一位是一名在机场办入境手续的外国人 第二位则是一个身处某大型公司的高层人员 但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照镜子 所以我没能确认长相 见徐明彩对我这么坦诚相待 我也直接将巴罕默克 赶至死亡的能力告诉了他 至此我俩也算正式达成了共识 随即我举起拳头说道 刑警给我的笔记本 我等会儿会拍下照片发给你 我们一起活下来吧 你也不想让那些 被你关进地狱的家伙们轻松解脱 不是吗 然而听到我这么说 徐明彩不禁回忆起了一段黑暗的过往 这事还得从他和前男友的第一次开始说起 女孩和男友第一次深入交流时 男友就想玩点刺激的 于是他把手机录像全程打开并放在一旁 将当晚的行车记录一秒不落的全部拍下 可没想到第二天女孩刚到学校 就听到身后几个男生迎笑道 视频拍得可真够放荡啊 徐明彩 还不止这些 就连徐明彩的储物柜上 也被同学们写满了脏话 好脏啊 暴露狂 变态女 自从男友给身边人分享了和自己的行车记录后 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家里人都知道了 最后徐明彩终于忍不了了 他以灵魂为代价和恶魔萨迪乌斯达成协议 将那个渣男送进了地狱 如今再回想起这些 徐明彩发誓 他绝不会让那些在地狱里的家伙们轻松紧脱 随机徐明彩狠狠和我碰了一拳 事后 我和徐明彩还有朴阿伟约在了一出巷子里碰面 朴阿伟先是跟我确定了一下笔记本里的内容 我回复道 其一地狱之门一次只能把五个人送进地狱 超过五个人就送不进去了 其二 打开过一次地狱之门后会有一分钟的延迟时间 在那期间将无法再次打开地狱之门 其三 地狱之门开启后 能够吸走罪人的最远距离是十米 超过十米的话 即使肉眼能看到也不会被吸进去 还有就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只要要是的使用者不认为那人是罪人的话 也不会被吸进去 换句话说就是 必须在目标确定犯了罪 并且要是的使用者认可那个人的罪行 地狱之门才会启动 听到我说的这么详细 朴阿伟十分满意 随即他开始和我俩规划此次任务目标 目标一 用肉眼确认地狱使用者们的身份 目标二 寻找能够推理出地狱使用者们罪名的线索 目标三 活着回来 我们只需要收集情报就好 不需要和他们正面硬钢 但如果出现欲棒相争的情况 我们就坐等渔翁得利好了 说吧朴阿伟又拿出两个对剪机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遇到特殊情况 或者看到可疑人物 就用这个互相联系吧 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同盟的地狱创造者小队也开始行动 不过他们的同盟里 三个人都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中 其中柳能涵是带头大哥 而安恩惠和胖子则是他的工具人 同样他们绑定的恶魔也是 鸡哥最大 其次是上等恶魔班皮尔 再就是上等恶魔乌斯 在柳能涵确认过加加卡公布的地址后 他将自己的车钥匙丢给了胖子 要他等下负责开车 而安恩惠则被要求到时候 第一个潜入加加卡的房间内 文言安恩惠很不爽 凭什么要我当幼儿 见状柳能涵直接拿出了 满足启动条件的地狱支持 呵呵 当然是因为你太古无能 被我抓来当人质了呀 给我记清楚 你们只是我的棋子罢了 如果想在地面上多呼吸一天 就给我好好干活 现在算上他们三人 还有加加卡本人的话 一共有七个地狱创造者 参加了这场团战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加加卡其实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 他在家附近的所有街道 都放置了微型摄像头 谁在街上干什么 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 就在当晚已经有人 准备潜入加加卡家里了 柳能涵让胖子将车 停到了加加卡家楼下 并用望远镜提前观测了 他房间里的情况 随即他示意让胖子和安恩惠 先进去打先手 可他俩却觉得要不再等等 想着等其他人先进去 吸引第一波火力 文言柳能涵有些不爽 不过还是认真的对两人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 我已经把一个地狱使用者 送进地狱了 把那个老人送进地狱后 我才发现 原来把地狱使用者 送进地狱后 会获得额外的能力 这一听两人顿时一惊 安恩惠心想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在初期增加能力 肯定是有好处的 而且到时候说不定 还会摆脱柳能涵的控制 此时胖子心里也打起了算盘 心想要是获得额外能力后 就算不能摆脱柳能涵 至少也能和他达到 同等的同盟关系 然而 他们殊不知 获得额外能力的这一说法 只不过是柳能涵的谎言 因为他知道 之后再根据那些信息 寻找地狱使用者的弱点 使其成为新的奴隶和猎犬 接着只需要反复进行这个过程 直到最后只剩下奴隶和柳能涵自己 最后只要柳能涵再把奴隶解决掉 那么他就能成为最终胜利者了 想到这柳能涵不禁笑出了声 不过还是先干正式要紧 他拿出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摄像头 表示等会让他俩带着这个 在紧加加卡的房间 随后 正当加加卡在家里悠闲地看着监控时 殊不知窗外一个人迎闪过 紧接着窗户被打开 安安慧直接从窗户上飞了进来 这操作把加加卡都干蒙了 原来安安慧为了出其不意 选择了用勾索从天而降 此时安安慧的地狱支持已经有了反应 随即他抓住机会 打算开启他的自满地狱 顿时无数只蝙蝠从安安慧身后飞出 小丫头 你沉醉于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地址告诉别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自满 接受审判吧 随着安安慧将钥匙转动 瞬间从他的地狱之门中探出无数只骷髅手臂 这些手臂直接将加加卡整个锁住 可就在加加卡即将被拖入地狱时 这些骷髅手臂却忽然松开了 见状安安慧人都傻了 还以为是要是出了问题 但其实问题出在加加卡身上 因为他根本不是加加卡 而是加加卡的恶魔 真机匠人 此时安安慧旁边的衣柜被打开 加加加卡拿出地狱支持阴险地说道 开启吧 侵犯地狱 又在加加卡开启侵犯地狱后 下一秒一根麻绳便将安安慧的搏梗死死为主 就这样他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吊在了半空 临死前安安慧的记忆像跑马灯一样闪过 那时他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爱豆练习生 可明明他已经默默努力了七年之久 却因为不想被领导前规则 领导居然把今年的出道机会 让给了一个仅练习了两年半的黄毛丫头 安安慧很不服 明明自己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凭什么要让新人后来居上 可领导却嫌弃地表示 都是上面安排的 他也坐不了着 你就不能心胸开阔一点吗安慧 不要搞砸气氛好不好 事后安慧只能独自躲在楼道哭泣 这时一旁逼来一块手帕 居然是刚刚被领导维护的黄发妹 安慧本以为这家伙是来安慰自己的 可没想到黄发妹转身变嘲讽的 我说大姐 你还是放弃当爱豆另谋出路好了 毕竟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被称为爱豆还有些肝大呢 就这样安慧会破防了 之后的日子里他每天烟酒度日 他很清楚这个黄毛是绑上了总裁才出道 然而就在安慰会为自己的命运 感到绝望和无助时 他房间的灯忽然亮起 恶魔班皮尔降临了 并赐予了安慰会能够开启 自满地狱的钥匙 可后来当他在面对柳能寒时 钥匙却怎么也发动不了 导致不仅被柳能寒利用 甚至还做了他的狗 此刻安慰会才终于醒悟 被柳能寒那种家伙利用之后 还自以为能活下来 这也是一种自满不是吗 随着佳佳卡的侵犯地狱关闭 安慰会被淘汰 同时恶魔班皮尔也随即魂飞魄散 然而正当佳佳卡 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兴奋时 殊不知刚才地狱之门开启的绿光 已经被我注意到 根据朴阿伟记事本上写的 地狱之门开启后 有一分钟的冷却时间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一分钟 进入佳佳卡房间是绝对安全的 就在我纠结 要不要利用这一分钟 去打探情报时 肩膀却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被吓了一条 原来是朴阿伟 他表示现在直接进去的话 肯定是白给 但可以向身为刑警的他报案 就说路过附近 时听到公寓里有女生尖叫 还看到了闪光 文言我顿时懂了 朴阿伟是想以刑警的身份 进入佳佳卡家里 这样的话 就不管现在房间里存活的人 是不是佳佳卡 都无法将一个指示 来查看情况的刑警送进地狱 并且就算真的把刑警送进了地狱 那么剩下的那个人 也会被当作嫌疑员逮捕 吕青作战计划后我问道 那么我和徐明才要做什么 你们只要阻拦 其他地狱使用者进入公寓就好 里面的事情我来解决 说吧朴阿伟便转身走进了公寓 不过我很清楚 日后朴阿伟将是个大麻烦 所以我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与此同时 柳能涵那边也收到 安恩会被送进地狱的消息 不过这对他来说无伤大雅 毕竟柳能涵 已经掌握了家家卡的地狱信息 是的 他们也要开始行动了 不过就在两人靠近公寓时 却刚好被我发现 又在柳能涵和胖子朝公寓靠近时 我赶忙用对讲机吩咐徐明才 让他用恶魔的能力 检测一下两人是否是地狱使用者 但结果可想而知 两人都是地狱使用者 我不禁被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就算我运气好带走了一个 另一个人也可以把我送进他的地狱 现在我必须冷静 毕竟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也是地狱使用者 随即我硬着头皮朝公寓的大门走过去 虽然胖子注意到了我 但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次我要赌一把 毕竟逃跑已经没用了 于是就在两人即将进入公寓时 我直接出手拦住了他们 抱歉 你们两个现在不能进去 听到这话胖子和柳能涵都呆住了 而这正是我的计划 从现在开始 我要不停地和他们说话来拖时间 不过此时柳能涵也开始思考 他心想我会不会是和家家卡同盟的地狱使用者 但他知道家家卡的地狱是侵犯地狱 按理说不可能会安排人阻拦他们进入公寓 难道这家伙是第三方势力 但他又为什么不找机会脱袭我们 反倒是在这里跟我们面对面谈话 难道这小子不是地狱使用者 此时我装作警察的样子说道 两位先生很抱歉 刚刚有人报了案 称在这座公寓的七楼听到了女生的尖叫声 所以这里暂时禁止入内 柳能涵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我这腹瘦弱的样子 怎么看也不像个警察 更像是个网吧大神 而且我连警察证也没有向他们出事 但在没被拆穿之前 我必须保持冷静才行 就这样僵持了几秒过后 柳能涵打算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文言我赶忙拿出对讲机 跟朴阿伟打了声招呼 阿四儿 你楼上什么情况啊 此时朴阿伟立马反应过来 我遇到了麻烦 于是便在对讲机里表示 他马上就下去 随即趁柳能涵和胖子还没反应过来 我立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道 我的上司马上就会下来 你们要是好奇原因 等一下可以问他 很快公寓的电梯响了 朴阿伟赶忙朝我打了声招呼 不好意思 让两位久等了 你们现在可以进去吧 说到朴阿伟掏出警察证 给柳能涵和胖子看了看 这下他们也没办法不相信我的身份 只好礼貌性地对着朴阿伟回应了两声 接着柳能涵和胖子立马上楼 并直接给佳佳卡来了个下马威 喂 小主播 我给你个建议 你当我的狗吧 什么 你在放什么屁啊 呵呵 你刚才干掉的那个女生 是我派来的猎犬 我已经知道你的地狱是侵犯地狱了 只要我不进去 就不能构成侵犯之罪 文言佳佳卡有点慌 但还是嘴硬地恢复的 所以呢 就算你说得对 但我要是不从这里出去 你能拿我怎么办 哈哈 说得好 我会安排人手不分昼夜地监视你 只要你一走出家门 收到消息的我便会亲自过来干掉你 假设你不出来 你觉得以你家里 现在那些生活必须比能撑几天 如果交外卖可能能撑个一两个月 可是三个月 或者半年呢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文言佳佳卡比了个国际首饰 滚吧 可怜的女主播被变态粉丝精神控制 只要她一出门便会被跟踪尾随 现在每天在家只能靠吃外卖度日 不过家里的店员时常会被人偷偷断掉 以及自来水也会被人恶意污染 然后每天佳佳卡还得提防着 会不会有人闯进家门 更绝望的是 在报警三次没用之后 她的电话还被警察当成了骚扰电话 终于在折磨佳佳卡一周后 柳能涵从门缝里塞了张名片 上面写着 你要是想放弃了 就打电话给我 而结果不出所料 佳佳卡隔天便向柳能涵投降了 呵呵 这次的猎犬比我想象中还要撑得久啊 而与此同时 这一周我却每天都在锻炼身体 并摄入大量营养均衡的食物 来提高自己的状态 还拜托朴阿伟帮我调查了一下柳能涵和胖子 朴阿伟为此还专门做了份档案 毕竟柳能涵是真的有实力 他是个31岁就做上董事长之位的天才 甚至还出版过自传 光是看着就不是一般人 不仅善于分析形势 还能只通过一个眼神 就能将整个局面扭转成 以他为中心的沉着冷静 所以不管我们也好 还是别人也罢 如果不能尽快干掉这个家伙的话 之后我们可能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文言嫖阿伟叹了口气 确实呀 既有社会地位还有花不完的钱 连头脑都这么聪明 的确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对了 这还有那天柳能涵旁边那个胖子的资料 他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而且还是个老光棍 基本没有什么特别事项 之后接过两人的档案后 我便转身离开了 然而就在我回家研究两人的信息时 徐明彩却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表示在C区发现了新的地狱使用者 文言我立马吩咐他记住那人的长相和衣着 可徐明彩此时却想单独行动 他猜测男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地狱使用者 等于他在暗 而对方在暗 徐明彩打算来一波音的 可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 刚想劝徐明彩别着急再等等 但这后却直接把耳机取掉了 并开始一点点朝男人靠近 要是男人 自己稍微露点肉给他看 就能给对方定偷窥之罪 想到这徐明彩干脆拿出地狱支持 准备送男人下地狱 可下一秒他却呆住了 男人居然停下了 接着他转过头说道 你好啊 亲爱的 没错 刀疤男其实一直知道徐明彩在跟踪他 并且现在更坏的情况是 徐明彩的钥匙居然没有反应 这家伙居然对女人不感兴趣 女人主动解开衣服扣子 故意将自己的中路大开 本想借此勾引失足少男 可没想到男人对自己根本没有兴趣 反而被男人抓住机会 用手帕捂住口鼻当场晕了过去 等徐明彩再醒来时发现 自己正身处一间废弃仓库 而口袋里钱包手机啥的全都被刀疤男给拿走了 现在徐明彩只能一边等待我和朴阿伟来救他 一边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可四周都是水泥墙 唯一的出口还被锁住了 没办法 徐明彩只能用砖头试试能不能砸开 可还没来得及行动 便被变态刀疤男给抓住脖子举了起来 他舔了舔胳膊上徐明彩的血说道 亲爱的 你好坚强啊 乖乖躺着不就不用受这种罪了吗 说完刀疤男将徐明彩扛起 你个死变态 快放我下来 哈哈哈哈 亲爱的 你知道吗 你越是骂我变态我就越兴奋 这时与徐明彩绑定的恶魔萨迪乌斯看不下去了 直接使用触手朝刀疤男攻了过去 但还没碰到便被刀疤男的恶魔黑骑士一把抓住 在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战斗中 你的人类输了 萨迪乌斯 说罢黑骑士将萨迪乌斯直接一把甩飞出去 路西法大人应该说过 他不希望我们用固有能力以外的能力帮助人类 如果刚才你击中了我的人类 你就会被立马判定为犯规 所以算是我救了你 冷静点吧 萨迪乌斯绝望地哭了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徐明彩被刀疤男折磨 此时徐明彩被挂在了一处钩子上 胳膊和腿都被刀疤男用绳子给死死勒住 见状徐明彩也绝望了 但最后还是那喊着 我的伙伴们会来救我的 一定会的 说完他一口咬向了刀疤男的耳朵 与此同时 从刚才我联系不上徐明彩 打了十几个电话他都未接后 我赶忙把这事告诉了嫖阿伟 嫖阿伟虽然很不情恋 但毕竟徐明彩有追踪地狱使用者的能力 以后的行动缺了他可不行 随即嫖阿伟开始制定计划 同时我在地图上 确定了一下C区的位置后 也准备收拾一下出门 可是C区的人也太多了 并且徐明彩失踪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现在想快速找到他宛如大海捞针 不过有个方法说不定可以试试 我呼叫出巴罕木克 打算利用他可以感知死亡的能力 寻找些线索 没想到还真的有用 当我再次看向人群时 已经能看到一股黑烟弥漫在空中 只要一路跟着黑烟 就一定能找到徐明彩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类 你终于发现我那单纯警告死亡的能力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用于追踪了 你的成长让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跟着黑烟一路追到了郊区 而黑烟的尽头则在一处工厂 徐明彩应该就在这里 随即我将工厂拍了张照片 并将照片和详细地址一起发给了朴阿伟 不过现在我要考虑的是 要从哪里进去才不会被发现呢 而在我纠结的同时 徐明彩已经快撑不住 因为这家伙是真变态 刚才在被徐明彩咬中耳朵后 他居然反手把自己的耳朵给切掉了 变态杀人魔将女孩掉在半空 为了反抗女孩一口咬住了男人的耳朵 可谁知下一秒 男人竟直接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 接着又笑嘻嘻地对女孩说道 你喜欢我的耳朵吗 那就给你吧 话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立刻干掉 而是留了你一条命吗 因为你是幼儿 葫芦娃就爷爷的故事听说过吧 只要你不死 你的同伴就会挨个过来送你 不过 在这之前我们先玩点刺激的吧 说完刀疤男便推来了一车 他平时用来分尸的工具 见状徐明才不禁联想到 电影中的那些变态杀人魔 按理说他们应该很喜欢 看到别人被他折磨的样子 想到这徐明才打算装作失去意识 他本以为这样就可以 打消刀疤男的变态想法 可谁知刀疤男直接反手从车筐里 掏出了一把手钳子 只见刀疤男一把揪起徐明才的头发 然后二话不说 直接把手钳子对准了徐明才的眼睛 然而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急促的警笛声 打断了刀疤男 黑骑士疑惑道 人类你是被警察抓到什么杀人证据了吗 不可能 我的犯罪现场永远是最干净的 估计要么是某个地狱使用者找到了我 然后报了警 要么就是某个地狱使用者坐着警车过来的 不过你不必担心 到时候只要使用你的能力就行了 亲爱的 我们是无敌的不是吗 此时在绑架徐明才的仓库外 朴阿伟已经带着几十号警察赶到 为了尽快解救徐明才 朴阿伟直接带人冲进了刀疤男的仓库 与此同时 在高处观望的我发现 虽然朴阿伟带人来就徐明才了 但是为什么死亡的气息却越来越浓郁了 果然 就在一位警察拿着手电筒四处寻找出口时 只是一个不注意 便被一双黑手从后偷袭 脖子瞬间被凝成了麻花 没想到恶魔黑骑士居然帮着刀疤男杀人了 哈哈哈哈 亲爱的 你的身体果然是最棒的 咱俩合体之后我都可以徒手杀人了 专心一点人类 我的能力是吸收对方生命力的同时 给予对方超乎人类的力量和运动能力 用久了你就会虚拓的 没事的 虚拓也无所谓 我现在好开心 而另一边的朴阿伟才刚意识到 自己的队友已经接连下线 队讲机里连个活人的声音都没有 这让本就黑暗的环境下 气氛变得更加恐怖 朴阿伟甚至能感觉到死亡在向自己靠近 随即他下意识地掏出警棍和手枪 可还是没有注意到一旁准备偷袭的刀疤男 但好在朴阿伟凭借作战经验 即使躲开了刀疤男的致命一击 并反手朝他开了几枪 然而子弹却对现在的刀疤男毫无作用 不等朴阿伟思索片刻 刀疤男立马对着他又是一剑 萌家 这特目是什么呀 不是说人类之间的战斗恶魔是不能亲自干涉的吗 是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那个家伙的固有能力就是附身 看好了人类 那不只是一个恶魔 你没看到透过恶魔的头盔 露出来的那张人类的脸吗 这操作把朴阿伟都干蒙了 死亡游戏的规则也太随意了吧 眼下子弹也打光了 朴阿伟只能用警棍在尝试和刀疤男周旋一下 可坚持了还不到三秒 朴阿伟便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此时他儿时的记忆像跑马灯一样闪过 那时他很羡慕自己的爸爸 因为爸爸是卫行警 每天都会给阿伟讲很多工作上有趣的事 但是直到有一天 阿伟的爸爸再也没有回来 而当小阿伟再次看到爸爸时已是一具尸体 死因则是被人活活打死 这名警察在调查黑社会时被人乱全打死 但却因涉事人员太多 无法指定具体犯人 因此所有涉事人员都只关了两天半便被释放 而对于警察被殴打致死的这种负面新闻 媒体却因害怕人民对警察的公信力下降 所以只字未提 这是朴阿伟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社会的不义 于是他发誓要替爸爸实现他未完成的证明 虽然长大后朴阿伟也成为了一名刑警 但他还是没能成功审判当初打死爸爸的凶手 有时是因为法律的漏洞太大 有时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又有一些时候是因为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好 而随着年龄增长 朴阿伟见识到了更多的不义 于是他开始没日没夜的拼命分析案件 因为他是真的想要改变这个社会 从真正意义上赐予弱者鲜活的证明 也许是对朴阿伟的这种大义之举所赞同 上等恶魔盟家在那天找到了朴阿伟 人类你不想将那些人渣都送进地狱吗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朴阿伟的不义地狱正式开启 可是现在朴阿伟却已被刀疤男打得两眼发白 连头都抬不起来 更是被刀疤男当面羞辱 怎么警察都这么弱呀 真是可惜我交得税了 但此时朴阿伟还是想用最后一口气 匡扶心中的正义 我绝不能就这样倒下 我还有很多没处理完的不义 边说着朴阿伟将手伸向衣服口来 拿出了已经满足启动条件的地狱知识 不义地狱开启 然而就在朴阿伟转动地狱之时的瞬间 手却被刀疤男控制住 只要转不了 地狱之门就打不开哦 说完刀疤男直接捏断了朴阿伟的手 地狱之时就这样掉在了地上 随即刀疤男赶忙一脚将钥匙踢飞 呵呵 刑警先生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不恭敌 原本想着以智取圣耍小聪明 但是你不知道吗 就算文明在发达 在人类社会中弱肉强食的本质也没有一顶进化 最终拥有压倒性力量的捕食者 也就是身为捕食者的我 就可以吃掉你们了 就算兔子在动脑子 也无法赢过豹子 说完刀疤男便举起右手 打算处决了朴阿伟 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和巴喊木克来了 虽然看起来我好像很从容 但其实我的腿已经开始打扎了 毕竟对方可是能单杀刑警的怪力拥有者 可我却还是朝着刀疤男嘲讽了 什么狗屁捕食者呀 你靠的不就是恶魔的能力吗 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似的 竟直朝我冲了过来 而与此同时 我赶忙示意让巴喊木克 向我显示死亡气息 并尽可能把强度降到最低 顿时刀疤男面前被黑烟笼罩 而面对他使出权力的这一击 我又该如何应对呢 就在刀疤男即将一拳砸到我脸上时 我却只是一个俯身便轻松躲过 呵呵果然奏效了 其实这都是依赖巴喊木克 那感知死亡的能力 由于刀疤男打出的攻击 均是简单粗暴的物理攻击 所以只要挨一下 理论上就是百分百的死亡率 而我只需降它身上 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可适度降到最低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它接下来的行动路线 并且因为之前我刻意跑步锻炼了身体 现在身体性能已经得到提升 也就是说只要我反应够快 刀疤男就不可能打到我 或许这一次说不定我真的能赢 随即接下来 我又是几次近距离的闪避 把刀疤男都快秀麻了 黑骑士不禁提醒到 人类 你现在活动的越多 生命力就会被夺走的越快 赶紧打起精神给他致命一击啊 特么我也想赶紧解决战斗啊 但为什么就是打不中这个屌毛呢 不过尽管现在我已经对 躲避刀疤男的攻击逐渐熟练 但想要对刀疤男造成致命一击 是不可能的 毕竟黑骑士的盔甲连子弹都打不穿 此时巴罕默克也为我提醒到 我承认你小子是挺聪明的 但一味的躲避只会先消耗你的体 持久战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你有能够让那个家伙背叛你的方法吗 好像没有那样的办法 不过我还有队友 此时朴阿伟正朝着他的地狱知识缓慢挪动 是的 这场战斗朴阿伟也在努力 原来你是在为刑警吸引火力啊 但是那家伙真的会毫无察觉吗 果然 刀疤男很快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我一直在躲避 根本没有要和他打架的意思 想到这刀疤男脑袋轰得炸开 他立马停下对我继续攻击 赶忙转身看向身后的朴阿伟 眼看要是即将被朴阿伟捡到 刀疤男怒了 竟敢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都给我去死吧 说完刀疤男直接朝朴阿伟冲了过去 千钧一发之际 朴阿伟使出全身力气朝地狱知识来了个猛呼 要是成功被捡起 随即朴阿伟没有犹豫 立马对准刀疤男转动了地狱知识 不 不可以 闭嘴巴死变态 赶紧给我下地狱去吧 话音刚落朴阿伟的不义地狱中便探出七八条锁链 锁链瞬间将刀疤男的四肢全部捆住 可不料这时刀疤男却还想着狗活 他使出全身力气将手臂插入地下 想以此来拖延进入地狱的时间 临死前他不甘地耐喊道 我知道自己是个早就该下地狱的恶人 但是 这世界上还有我应该享受的东西啊 原来刀疤男其实也是个苦命人 他从小出生在红灯区 老妈是个抽烟喝酒的妓女 而老爸则是个脾气暴躁的金主 说难听点刀疤男生下来就是被他老妈利用的 女人会以抚养孩子为由向刀疤男的父亲要钱 可每次换来的都只是男人的一顿毒打 由于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长大 刀疤男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意报意味 还继承了母亲那精神上的不成熟 所以最终才变成了嗜血如命的变态杀人魔 快痛得闭嘴吧 我一点都不好奇变态的成长经历 说吧我直接朝刀疤男飞身跳起 一脚刚好正中他的鼻脸 就这样刀疤男由于惯性从地下被抽离 毫无反抗之力地坠入了朴阿伟的不义地 随着地狱之门关闭 这场战斗也画上了句号 之后我带着朴阿伟去解救了徐敏杀 并拨打急救电话喊来了医护人员 而这次事件的最后 以朴阿伟救出女学生为新闻 被拨到了电视上 同时朴阿伟专门隐藏了刀疤男下地狱的信息 而是以刀疤男杀人未遂贴上了通缉链 不过 这些小伎俩很快便被看到新闻的柳能涵识破 因为朴阿伟之前说过自己是加加卡他们小区的骗区警察 可现在怎么又突然跨去跑这么远去救人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朴阿伟是地狱创造者 而且刀疤男不是杀人尾随 是被朴阿伟送进了地狱 想到这柳能涵给手下打了个电话 是的 他打算吩咐小弟暗中调查朴阿伟 并且柳能涵此事已经做好决定 过几天必须要和朴阿伟见个面 而与此同时 我在来医院探望朴阿伟的时候 朴阿伟居然跟我坦白了个惊天大秘密 只见他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笔记本 然后小心递给我之后难难道 其实之前我骗了你们 结盟时给你们的那本地狱使用手册中 有些情报是错的 而这个是记载了正确数据的新手册 文言我心中顿时闪过一个不好的念想 所以朴阿伟这是已经背叛了我吗 明明昨天还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可今天我却想要将好兄弟亲手送进地狱 就在刚刚朴阿伟向我坦白 他曾作假过地狱使用手册后 我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因为这样的话朴阿伟不就等于已经构成背叛之罪了吗 此时我已经在思考要不要把朴阿伟送进地狱了 毕竟朴阿伟不仅职业特殊 还有他的执行力和作战能力都是拉满的 凭借这种做事风格 他应该会在死亡游戏中存活到最后 那么也就免不了会和我有一场大战 可是既然我已经知道朴阿伟犯了罪 那现在应该先彻彻底底地利用他 还是说现在就除掉他 然后重新找别人结盟呢 就在我纠结室朴阿伟打断了我 怎么一直站着呀 找个地方做呀 文言我表示自己有点内疾 需要去趟厕所 来到厕所后我赶忙拿出地狱知识 果然地狱知识已经有了反应 真有意思啊 明明结了同盟却给了同伴假情报 他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让你陷入危险 导致最终使你构成自己的背叛之罪 人类你现在就要干掉他吗 况且刑警的确是个难搞的人 你现在还不知道那家伙的恶魔有什么雇佣能力 可他却知道很多关于你的情报 等到他再一次背叛你的那一刻 或许就是你真正进入他的地狱知识 听到巴罕木克这么说 我不禁回忆起当初选择成为地狱创造者的初衷 我是因为讨厌背叛 所以在为地狱拟定罪名时选择了背叛 但是如果我今天背叛刑警的话 我应该会后悔一辈子 因为这样就和那些被我送进地狱的人毫无差别 还有等我百年之后 要是因为今天的背叛而被关进背叛地狱的话 岂不是又得面对那群混蛋吗 我可不想再见到他们 文言巴罕木克却有些生气 当初我是因为看中你拥有卓越的负面情绪和愤怒 以及不凡的手艺 才委托你帮我建造地狱的 但是随着你我同盟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觉得与最初的意图不同 你再逐渐变成另一个人 人类的感情也好 或者是人类关系的成长也罢 这些都与我无关 但要是威胁到我至高无上的恶魔 巴罕木克的生命 那到时候我定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 相信我 巴罕木克 我会干掉更多的地狱使用者 让你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随后在我回到朴阿伟病房的同时 柳能涵也来到了医院楼下 这家伙居然专门拿着水果过来探病了 顿时我和朴阿伟都被吓了一条 哇塞 居然有两位啊 你们是在密谋怎么把我送进地狱吗 什么 地狱 那是什么意思啊 话说这位先生 你这样来到别人的私人病房是有什么事吗 呵呵 刑警先生 你的演技真不错呀 对外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这次杀人魔事件中 救出女学生的刑警 转发我们公司的慰问金 以资鼓励的 但实际上 我是来向你们提出新同盟的 当柳能涵一本正经的提出同盟时 我和朴阿伟直接呆住了 我心想这家伙不会是脑子烧坏了吧 居然找我们同盟 不过 他是怎么发现我们是地狱使用者的 难道在这次杀人魔事件中 让他发现了什么端倪吗 喂 小鬼 我都能听到你动脑筋的声音了 你很好奇我是如何肯定你们是地狱使用者的吗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上次见过面后我对你们印象深刻 所以专门派秘书调查了你们的个人资料 结果发现你根本不是刑警 只是个学生而已 由此我就产生疑问了 身为刑警的人 为什么要到自己管辖区以外的地方办案 而且还为什么要将一个学生带在身边 那么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你们两个人是地狱使用者 并且暂时结成了同盟 而且不仅是上次的加加卡战略 还有这次的杀人魔事件 你俩都是一起行动 这已经很明显了 不用我继续说明了吧 呵呵 所以呢 你是想看到我们很震惊的表情吗 大少爷 你想怎么样就真说 我们可不会像胖子那样匍匐在你脚下 成为你的奴隶 不不不 我要是想听那种虚伪的称赞 就不会亲自来这里了 刑警先生 我刚才也说过 我来是想和你们同盟的 因为我想要一些有能力的同盟 别闹了少爷 你不是早就和胖子 还有小主播同盟了吗 说出你真正的目的吧大少爷 其实 胖子已经失踪了 他要么进了别人的地狱 要么已经被害 或者被人绑架了 我想抓住那个能做出这种事的家伙 因为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对我下手的人 就是对我而言最危险的人 我不会向你们提出 将同盟关系维持到最后之类的愚蠢建议 当然我也并不觉得你们会愚蠢到相信那些鬼话 所以至少在我们抓到那个家伙之前 不要背叛彼此 好吗 此时我在脑海中进行了短暂的分析 首先柳能涵是危险人物 能将这家伙送进背叛地狱的机会不会轻易来临 因为背叛地狱是罪名泛用性极低的地狱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就是现在 先和这家伙结盟 日后再想办法让他背叛我们就行 柳能涵 我答应与你结盟 先说说需要我们共同除掉的那家伙 有什么相关情报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的情报 不过有一件事我敢肯定 如果那个人从胖子那里获取了我的情报 那么他一定会趁我忙于工作的时候袭击我 到时候你们帮我抓住那个家伙就行 这就是我们同盟的意义 但事情并没有柳能涵响的那么简单 毕竟对方可是能控制整个H国黑道的大姐头 蔡武甄 虽然是个瘸子 但他的做事风格可谓是毫无人性 此时胖子正被蔡武甄的手下五花大绑 随即他论了胖子个问题 你的罪名是什么 文言胖子还想假装听不懂 可谁知蔡武甄竟直接吩咐手下去掰断胖子的手指 顿时胖子被吓得云无伦次 可想求饶已经晚了 手指直接被小弟强行掰断 再问一遍 罪名是什么 我说 我都说 你没必要这样的 然而只因胖子多说了这几个字 蔡武甄便吩咐手下再掰断胖子一根手指 咔嚓 胖子的手指就这样又断一根 再问一遍 什么罪名 懒 懒惰 我的罪名是懒惰 所以你还知道有哪些地狱使用者 然而这时胖子因为意识不清 说话不小心慢了两秒半 指头便再次被掰断一根 最后 直到胖子供出柳能涵后 手指已经被掰断了七根 而与此同时 柳能涵的相关资料也以不到两秒半的时间被蔡武甄调出来 居然是个董事长啊 作为公众人物应该很忙吧 既然这样 那就让我突行 并将你送进地狱吧 随即蔡武甄对着手下勾了勾手说道 把手下都叫过来 该准备干活 而这个再怎么看都只是个人出无害的乖乖女 为何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并且变得毫无人性呢 事情还得从12年前一场黑道之间的内战开始说起 人渣父亲为了还债 竟亲手砍断六岁女儿的双腿 在最该享受自由和快乐的年纪 蔡武甄却被父亲永远定格在了这家轮椅上 原来蔡武甄的父亲蔡武宗 曾是纠战H国整个西方黑道的大哥 与相邻的东方黑道扛霸子金正秀属于水火不容 但某天因为蔡武宗手下小弟的一次疏忽 不慎将金正秀的儿子金成乐 打成了植物人 不仅下半身瘫痪 连脑子也变得痴痴傻傻 为报害子之仇 金正秀亲自带人杀到了蔡武宗的老仇 而当蔡武宗赶到现场时 首家的小弟已经全部领了盒饭 你怎么才来啊 蔡老板 我儿子被你的人打成了残废 你打算怎么赔偿啊 狗东西 闻言蔡武宗的小弟直接骂道 你们他喵得装什么无辜啊 是你儿子先来我们地盘捣得乱 不然我们怎么会 啪 小弟话还没说完便挨了蔡武宗一巴掌 情况我已经都了解了 不要打断我们的谈话 再敢多说一个字就不是一巴掌的事 蔡老板果然很会整理气氛啊 既然你说知道情况 那就是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了吧 不多不少 用美金装满这两个行李箱 还要再把你们西部所有夜总会里 酒水买卖的50%股份给我 然而这种要求 无异于让蔡武宗把几十年的积蓄全部掏空 怎么 听不到吗狗东西 还是说你想挑起战争了 而话到这份上蔡武宗也没了办法 于是他便吩咐手下 将六岁的蔡武真带到了现场 起初金正秀还以为蔡武宗想用女儿来博取同情 可谁知蔡武宗却摸了摸女儿的头说道 那个叔叔有一笔账要跟爸爸算 看来你得替我还一下债了 乖女儿 说罢蔡武宗从腰间拿出一把离手 你说你儿子的腿不能再行走的是吧 那我把我女儿的腿也弄伤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随即还不等蔡武真反应 父亲竟直接一刀挑断了他的双腿 蔡武真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 顿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待了 他喵的老子混黑到二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亲手搞砸自己女儿人生的家伙 而看着失去意识的女儿 蔡武宗只是蹲下身子见嘻嘻地说道 今天我欠你一份大人情 日后我定会偿还的 乖女儿 于是从那之后 蔡武真便含恨在轮椅上苟活了十二年 终于在这天他凭借恶魔的能力 屠杀了父亲所有最亲信的小弟 并在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将他亲手送进了地狱 而自那之后 蔡武真便坐上了父亲的位置 如果说身为董事长的柳能涵 是明面上的权利者 那蔡武真就是暗地里的权利者 与不能轻易做违法之事的柳能涵 及其手下相比 蔡武真挥下的整个西方黑道势力 则是一群为了不被他关进地狱 连非法之事都能毫不犹豫去做的亡命之徒 而今天 正是这一黑一白双方火拼的日子 之前通过威逼胖子 蔡武真了解到了柳能涵近期的所有日程 不出意外在两天后的下午八点 柳能涵将举办一场慈善晚会 虽然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 但蔡武真已经召集了十几辆面包车的人手 然而 蔡武真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场慈善晚会是柳能涵社的局 因为他早就邀请我和朴阿伟过来帮忙助阵 并且柳能涵选的位置还是住宅区 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接近的地方 也就是说 柳能涵早就猜到这场慈善晚会蔡武真会行动 可毕竟作为控制半个H国黑道的大姐头 手下小弟也不是吃素的 面对两个比自己高大半个头的门卫 男人直接站在他面前 然后拿出手里提前藏好的刀 二话不说就是几下抽插 而另一个门卫还没来得及反应 遍野里们喝饭 当开门的两人倒地后 小哥立马示意身后的兄弟们跟上 随即远处驶来两辆面包车 就这样蔡武真手下的第一波人马就位 大战一触即发 当蔡武真第一波小弟进入晚会时 在场的所有嘉宾全部傻眼 只听戴头的西装男推了推眼镜说道 都特么给老子听着 与柳门寒无关的人都去贴着墙趴好 我们会认为没有立即趴好的人是在反抗 可见众人都还没搞清楚状况似的 在原地一动不动 西装男竟直接举着家伙跳起 当场将一位嘉宾敲得头破血流 顿时晚会上所有人都开始慌忙逃窜 而感觉情况不对的柳门寒刚想转身离开 便被西装男叫住 呵呵原来你在这里啊柳门寒 此时整个晚会广场上的嘉宾 只剩下柳门寒一人 哎呀看来被发现了呀 本来还想悄悄溜走 见柳门寒主动投降 西装男用对讲机向蔡武真询问道 找到柳门寒了 要带他过去吗 你想带他去哪里 直接给我干掉 这时蔡武真的恶魔问道 你不准备把柳门寒送进地狱吗 呵呵 路西法不是说过这是一场死亡游戏吗 除掉一个人的方法 可不仅仅是送进地狱这一种 如果我出去亲手将他送进地狱的话 只会增加风险 而且那个胖子不是说过吗 柳门寒的团队里 还有个叫加加卡的地狱使用者 说不定在我入场的瞬间 就会被那个家伙盯上 真不知道该说你是严谨还是残忍 不过女人 我是恶魔 我想看到人类被送进地狱的样子 盖鲁冰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只要这场死亡游戏结束 包括那些在我双腿被砍伤时 袖手旁观的组织成员在内 我会把一大群人送进地狱的 与此同时 我和朴阿伟正趴在墙上伺机而行 虽然也想帮帮柳门寒 但毕竟对方人数太多了 十几个人的话 根本不可能一口气送进地狱 不过 以柳门寒的做事风格 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后手 只听他语气低沉地对着众人说道 演员们好像差不多都进场了 那么 开始吧 开始什么呀柳门寒 你疯了吗 然而男人话音刚落 刚才还趴在墙上的几个嘉宾 居然转头就拿着家伙走了过来 原来他们都是柳门寒为了以防万一 提前安插的保镖 顿时局面被扭转 柳门寒的人将蔡武针的小弟们全部围了起来 这场黑白大战在这一刻瞬间爆发 刚才诈呼最凶的西装男 直接被一棒子打成了麻瓜 这一步棋虽然被柳门寒暂时领先 但蔡武针也不是没脑子的 他立马吩咐在场外等待的三组四组小弟入场 就这样两辆黑车应声而来 几十号蔡武针的人马加入了战斗 见状柳门寒转身 朝身后的别墅走了进去 而另一边 蔡武针却打算直接出动恶魔 盖鲁冰波 只要你能把柳门寒载了 那我必定让你成为地域真正的主人 文言盖鲁冰波没有犹豫 当即便下车准备进场战斗 这里就要说下盖鲁冰波的能力了 他是一只没有实体的恶魔 但可以附身在人类身上 并能够直接操控人类的身体 这时 一个柳门寒的保镖盯上了盖鲁冰波 可一棒子打完后 盖鲁冰波只是低声说道 那就换你的身体用一用吧 是可以随意附身到任何人类身上 并剥夺其肉体的掌控权 只见盖鲁冰波化作一团黑烟 钻入了男人的身体 仅是这一瞬间的功夫 盖鲁冰波便已经完成了附身 太棒了 比之前那个身体好用多了 随即盖鲁冰波靠着这副身体 直接杀穿了柳门寒的保镖团队 这操作直接把一众小弟全部看待 你们几个别光站在那里看戏 还不赶紧趁现在去别墅里抓柳门寒 有了盖鲁冰波的指挥 众小弟立马朝别墅大门冲了过去 响当 三个铁头娃就这样直接同时撞向别墅大门 紧接着其他小弟们蜂拥而入 这时带队的大哥开始分工 所有人两人一组开始搜索 在干掉柳门寒之前谁都不许离开 说吧 所有小弟便赶忙行动起来 可柳门寒的别墅太大了 只能先从一些可以藏人的地方慢慢寻找 于是这个小哥打开了一间衣柜 殊不知此时加加卡正躲在里面 并且他的地狱知识已满足了启动条件 随即还不等小哥反应 便在一阵绿光过后被送进了地狱 接着别墅内又陆续闪出几道绿光 加加卡杀疯了 而加加卡之所以能在柳门寒的别墅里开启侵犯地狱 是因为几天前柳门寒就做好了准备 他在别墅的房产证上 加上了加加卡的名字 并且在慈善晚会举办之前 柳门寒还刻意让加加卡指挥工人 重新装修了一下别墅 专门做了许多秘密通道以及藏身之处 所以现在柳门寒的房子可以说 已经成了加加卡的图路工厂 只要见到蔡武真的小弟 就可以直接开启侵犯地狱 而注意到自己的小弟在不断失联后 蔡武真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 胆忙吩咐在别墅内还活着的小弟退回广场 就这样局势暂时陷入了僵局 因为现在不光是蔡武真不敢动手 柳门寒也一样 毕竟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到蔡武真出面 所以两人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而此时唯一能打破这个僵局的人 就只有我和朴阿伟了 这时我将手伸向口袋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蓝牙耳机 给早就在外场观望的徐明才打去了电话 喂 能听到 你说吧 你找到地狱使用者了吗 找到了 刚才我以别墅为中心慢跑的时候都确认过 除了你和朴阿伟 柳门寒还有加加卡以外 还有一个人在附近 但他是个女的 所以我没办法把他送进我的偷窥地狱 这样吗 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但这次你能老是听同我的安排吗 文言徐明才紧了紧拳头说道 毕竟你之前救了我一命 那么这次勉强信你一次吧 说吧 接下来怎么弄 你试图和那个地狱使用者接触一下 考虑到那家伙不亲自出面 只是藏在背后指使别人 我猜测他的地狱泛用性可能极低 也就是说他奈何不了你 更何况那家伙的恶魔正在我们这里 好的 我相信你 而此时车内的蔡武真已经急得开始摇手指了 因为再这样拖下去要是警察来了的话 他就只能抛弃所有小弟选择自保了 正想着车门被徐明才一把拉开 哈喽 漂亮姐姐 外面有点冷 我要进来了 等等 你是什么人 文言徐明才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地狱知识 见状蔡武真被吓了一跳 以为徐明才是来取自己性命的 姐姐 你不用那么害怕 我不是来吃掉你的 你都看到要是没有反应了 就应该知道我没有骗你吧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的搭档说想要跟你聊一聊了 说吧 徐明才将蓝牙耳机塞到了蔡武真的耳朵上 你好 我是目前在派对现场内部的地狱使用者 你叫我巴喊就好 直说吧 你想干嘛 我想和你一起抓柳能涵 我看见你攻到别墅内的手下们又都退了出来 所以我推测现在你应该是束手无策了 但只要你现在听从我的指示 我就能帮你抓到柳能涵 文言蔡武真开始纠结了 因为我说的全对 他现在确实是进退两难 而这正是我的目的 诱导无计可施的蔡武真成为我的傀儡 于是在蔡武真思考片刻后 选择了答应我的要求 那么现在 一场好戏即将开始 在蔡武真答应按我的计划一起解决柳能涵后 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胁迫在场所有柳能涵请来的嘉宾 让他们和蔡武真的小弟一起进入别墅 并且让小弟们一人抓着一个嘉宾 这样的话就能很有效地抵消加加卡的作用 毕竟柳能涵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意伙伴给送进地狱 而且这些客人大部分还都是柳能涵的客户 要是被他们发现柳能涵是地狱使用者 那么今后他们绝对不会再和柳能涵合作 况且这种出人命的事 柳能涵之后又该怎么跟警方交代呢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 柳能涵和嘉嘉卡现在都不能使用地狱知识 这样一来的话 蔡武真的小弟便又可以继续搜查柳能涵 而我之所以这么帮蔡武真 其实也是为了真的能干掉柳能涵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关心过柳能涵口中那个想干掉他的人是谁 毕竟对我来说这场游戏中最大的威胁就是柳能涵 只要除掉他就可以 与此同时 陷入窘境的柳能涵也开始思考 明明刚才还只是一群头脑简单 只想着靠蛮力解决事情的蠢货们 居然开始做出合理的判断了 换句话说就像是最开始的幕后主持者 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么 这个人会是谁呢 柳能涵开始猜测 对方会不会也是一个有同盟关系在的人 但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人极有可能是自己的内部人员 毕竟只有足够了解他们内部信息的人 才能想到这样的办法 想到这柳能涵做了个决定 他要使用恶魔的能力 随即他召唤出好久不见的机格 然后严肃地说道 我要使用你的能力 未来时 人类 这还是你第一次使用我的能力呢 是啊 虽然你的能力很厉害 但只能使用三次 要不是现在情况危急 我怎么敢随意浪费呢 随即只见机格将手中的权杖垂向地面 接着在权杖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过后 地面竟出现了一道魔法结界 然后下一秒 结界中瞬间炸起一道强烈的白光 顿时柳能涵的眼睛变成白色 而这正是机格未来时的能力 可以让使用者将此后一小时要发生的未来知识 以碎片的形式展现在使用者的脑海 如果说巴罕木克的能力 只是感知死亡在靠近自己的话 那机格的未来时 则可以让地狱使用者准确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于是柳能涵从画面中 看到之后自己所在密室的门将会被小弟一脚踹台 而指使这一切的人正是我 并且到最后自己甚至都来不及开启地狱之士 便会被一刀插断手臂 同时地狱之士还顺势会被我搏走 紧接着就是在被小弟们连捅束刀 直到惨死在这间密室中 看完这些后柳能涵已经欺诈了 恨不得直接把我当面撕碎 于是柳能涵当即吩咐加加卡 让他不用顾忌加兵 现在就把我送进地狱 又在柳能涵命令加加卡将我送进地狱时 加加卡却表示这样不行 因为我是柳能涵自己专门请来帮忙的 所以不属于侵犯者 此时柳能涵都懵了 他想不到我是从哪一步开始算计他了 更想不到自己又是从哪一步开始掉进我的陷阱了 但其实我的计划根本没有那么细致 只是因为我有靠谱的队友吧 如果没有朴阿伟和徐明彩的帮助 我不可能将柳能涵逼到这份上 此时怒火中烧的柳能涵已经被气到浑身发抖了 他心想既然加加卡不能将我送进地狱 那他就自己亲自出马干掉我 随即他命令加加卡从现在起不用再看客人脸色 将在场所有蔡武真的小弟全部送进地狱就行 听到可以干坏事 加加卡顿时来的兴致 他先是让自己的恶魔真机将人伪装成柳能涵 然后再让他专门跑到小弟们面前制造假象 就这样几个头脑简单的小弟 立马便撒丫子追了上来 随后 真机将人溜进了别墅的一处拐角 等小弟们追过来时才发现 加加卡已经举起地狱之士在等他 而当加加卡在吸引火力的同时 柳能涵也开始行动了 出于对柳能涵这样贸然离开密室的行为感到不解 姬哥疑惑地问道 柳能涵 你应该有计划吧 如果有的话就告诉我 我怎么也想不通你到底为什么要到外面来 因为我要干掉那个戴眼镜的臭小子 他是第一个敢这样戏弄我的人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呢 文言柳能涵拿出地狱之士解释道 你还不懂吗 姬哥 我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而那个家伙却做不到 换句话说 你能看到未来的我像你 看不到未来的那家伙很无能 还有 不要再对我的行动提出疑问了姬哥 因为那样显得你也很无能 但柳能涵之所以突然变得这样不理智 其实是因为自卑 他真的很讨厌别人压他一头 而这还得从柳能涵小时候说起 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的他有个梦想 那就是当老板 然后挣很多很多钱 因为他想为爸爸还债 那样爸爸就不用再到处躲债了 而当奶奶听到柳能涵是抱着这个目的 才想挣钱后 他摸了摸柳能涵的头说道 傻孩子 世上除了钱和名誉 还有比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啊 就像无法用钱购买奶奶和你度过的这些时间一样 世上还有很多用钱也无法买到的东西 所以你要记住 不要像你爸爸那样整天想着一夜暴富而走上歪路 反而到最后还失去了一切 然而奶奶殊不知这些苦口婆心的话 不久后便会被柳能涵认定为风华 在后来有一次柳能涵陪奶奶去医院的时候 奶奶被查出有疾病需要做手术 可手术费居然要堪比天价的17万 奶奶当即摇了摇头打算放弃治疗 于是回家后奶奶便一直卧床不起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离开了人世 而更可悲的是 柳能涵将奶奶在病医馆火化后 却因交不起个项手续费 馆长竟打算抢走奶奶的骨灰盒 见状柳能涵使出全身力气想要将盒子抱住 但却一不小心手滑了 导致奶奶的骨灰盒摔碎 就这样撒了一地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柳能涵开始改变了 上学时要是没吃的就只吃同学们捐赠的泡面 没有家就住天台 不过住这里最害怕下雨天 因为一下雨全家上下都会被淋湿 在后来到柳能涵工作时 他在墙上贴了章纸 上面写着 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柳能涵 哪怕天天熬夜工作到流鼻血 他也不停下 他非常努力地在往上爬 直到坐上了现在的位置后 柳能涵又开始变了 当隔壁公司老板的儿子专门过来求他借钱时 运气好而早早爬到他头上的人 他认为这些废物都应该去死 而碰巧就在那天下午 柳能涵遇到了鸡哥 人类 你想不想解决到那些自己讨厌的人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柳能涵的无能地狱创立 时间回到现在 此时柳能涵已经找到了我 一见面他就朝我骂道 一个小兔崽子居然敢戏弄我 今天我必要让你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和柳能涵的最终决战终于来临 只见柳能涵拿着地狱知识慢慢朝我走来 而他之所以如此确定能百分百干掉我 是因为他有两个确信 首先第一个确信 就是柳能涵非常确定 我没办法将他送进地狱 因为他认为我的地狱泛用性极低 不管是之前的加加卡战略 还是我跟他在医院偶遇时 甚至是在这场慈善晚会期间 这些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性命的情况下 而我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地狱知识 所以在柳能涵看来 我的地狱罪名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那么第二个确信 就是柳能涵认为我已经犯下了他的无能之罪 因为我在不清楚他能力的情况下就贸然行动 还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做出合理判断的他 发起了挑战 所以现在在柳能涵心里 我不过只是个自以为是的废物吧 然而当柳能涵将地狱之势对准我后 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什么情况 要是怎么没反应啊 鸡哥 这是为什么呀 那家伙明明要在未来缩使别人干掉我 而事先看破那家伙计划的我 不是更有能力吗 那家伙明明很无能啊 文言鸡哥沉默了 他也不知道该跟柳能涵做何解释 这是一阵嘲笑的声音从柳能涵身后传来 哈哈哈哈 柳能涵 你看到未来了吗 这个能力确实很厉害 不过在你靠近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也就是说 我不会丧命于你手中 要知道是否有罪取决于人类的行为 但只是想象了一下要干掉别人 就犯了害人罪吗 而且那本该在未来发生的事 现在已经被你扭转 所以我并不能构成犯罪 况且就算你看到了我会犯罪 但你也已经将那些事变成了不会发生的事 柳能涵 看来你从来没有好好使用过恶魔的能力啊 文言柳能涵顿时呆愣在原地 因为我说的都对 毕竟鸡哥的能力一年内只能使用三次 所以柳能涵为了最终决战一直都十分珍惜 而今天还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能力 但底裤都被看穿的柳能涵却还在嘴硬 那又怎样 你也无法将我送进地狱啊 然而下一秒柳能涵便被打脸 我的地狱之士已经有了反应 随即我没有犹豫 直接转动钥匙开启了背叛地狱 见状柳能涵还想逃跑 可身后的地狱之门已经打开 临死前柳能涵不甘的那喊道 这不可能 明明我每次都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呀 呵呵 所以你才会丧命呀柳能涵 因为目光短浅的你 只能看到眼前的最佳选择 而且 你会背叛我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等我话音刚落 无数条触手从地狱之门内探出 静止就朝柳能涵追了过去 随即还不等柳能涵反应 无数只触手便将他死死缠住 就这样 柳能涵成功被我送进了地狱 而当地狱之门关上的一刹那 鸡哥也开始逐渐消失 哈哈哈哈 这样的好啊人类 虽然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麻烦 但现在还不是该庆祝的时候 因为这场慈善晚会 还需要一些善后工作 柳能涵邀约来的客人们 还有蔡武甄的暴力组织成员们 以及佳佳卡和朴阿伟 被牵涉在其中的情况 还没有解决 所以为此我必须再演一场戏 我先是用手抠了抠嗓子 故意把声音变得低沉 然后 我给警察局打去了电话 在打电话给警察局后 我抠了抠嗓子 故意压低声音惶恐地说道 救救我 有黑社会闯入私人派对现场 还杀了人 闻言接电话的警察小哥 赶忙向我询问了详细地址 而我之所以这么卖力地 欺骗警察来做善后工作 一共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快速整理 现在混乱的局面 提前打乱蔡武甄 和佳佳卡的后续计划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在这里 削减蔡武甄的暴力组织成员 经过警察们两分半的 合力围剿过后 蔡武甄的小弟几乎全部落网 当然 被盖鲁冰波附身的小伙也一样 不过这时盖鲁冰波 却突然发起反抗 通过可以附身到 人类身上的能力 他直接转移到了 押运他的警察身上 随即在警察一阵抽搐过后 盖鲁冰波成功占据了 警察的身体 但他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眼前被抓的小弟们 而是蔡武甄的安危 想到这他赶忙朝蔡武甄 所在的车子跑去 而这一幕 刚好通过监控被我禁收眼底 于是我立马通知徐明才 让他离开蔡武甄 接着徐明才取下 戴在蔡武甄耳朵上的蓝牙耳机 临走时还专门告诉蔡武甄 柳能涵已经被干掉了 我的任务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漂亮姐姐 随即等徐明才前脚刚走 盖鲁冰波变上了车 此时蔡武甄心里 忽然有些莫名的恐惧 别墅内的所有监控录像 不光扯断了监控上的所有数据线 还把显示器也砸了 最后又拿出灭火器 将所有我和柳能涵接触过的地方 全都喷了一遍 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因为一旦让警察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他们一定会大规模搜查地狱使用者 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和巴罕木克也准备撤离 而另一边的嘉嘉卡就倒霉了 此时他还不知道柳能涵已经被送进地狱 只能混在人群里找机会逃跑 也就在这时 嘉嘉卡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原来是个警察小哥 他表示自己是专门来护送嘉嘉卡回家的 文言嘉嘉卡没有多想 抱着先回家睡一觉的想法就上了车 可他殊不知车上坐的其实是朴阿伟 而这也正是我报警的第三个原因 朴阿伟可以利用刑警的身份完美转移嘉嘉卡 就这样车子开了很久 嘉嘉卡才意识到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 等他仔细看向司机时才发现 自己已经上了大当 他记得柳能涵给他说过 这个红头发的刑警也是地狱使用者 于是嘉嘉卡越想越不对劲 干脆计划趁朴阿伟不注意跳车逃跑 就在嘉嘉卡打算打开车门逃跑时 却发现车门死活都打不开 哈哈哈哈 这时朴阿伟笑道 你以为警车是出租车吗 随便就能开车门 老师坐着吧 文言嘉嘉卡很不服 想用开启地狱之门诈狐来逼听朴阿伟 呵呵 好呀 那你开启吧小丫头 这场游戏已经进入后半段了 你觉得那样的威胁对我有用吗 如果你不想开启 那我来开启吧 你该不会认为将那么多人送进地狱的你 没有任何罪吧 你要是还想多活一会儿 就闭嘴老师坐着 再敢胡闹我就立刻把你送进地狱 没办法 嘉嘉卡只好妥协了 随后在几公里外的一处民宿 朴阿伟停车了 而我早已在这等候多时 现在便到了处理佳佳卡的时候 当朴阿伟拉开车门后 佳佳卡直接从里面飞了出来 当即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干掉他 并表示只要不杀他 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随即我调整了一下语气 然后蹲下身子对着嘉嘉卡说道 你应该也知道柳能寒进了地狱吧 你要是还想活命 就得证明一下自己的用处 是的 我打算暂时利用嘉嘉卡 毕竟他的侵犯地狱用来做防御简直完美 还有他的恶魔真机匠人 以后不仅可以用来迷惑敌人 还能用来制造完美的假死现象 于是就这样 嘉嘉卡暂时成了我的工具人 而与此同时 这场慈善晚会的全过程 也被远处的一只恶魔苏玛尽收眼底 既然警察都来了 那应该算是结束了吧 珍妮 你觉得谁赢了呢 应该是柳能寒书了吧 如果她赢了就不会叫警察 不仅抹黑自己名声 还有可能会暴露身份 所以难道是那个黑道女吗 也不是 如果她赢了就会在警察来之前带人离开 而不会像那样舍弃自己的组织成员 应该还有第三者 哈哈哈哈 珍妮果然是最聪明的 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那个人吧 毕竟我们只追厉害的家伙 没错 在那家伙搞砸我们布的局之前 把他先送进地狱吧 现在整场死亡游戏要说最惨的还得是胖子 自从被蔡武真掰断手指后 他就一直窝在家里 只能靠每天点外卖在家混吃等死 搞得他的恶魔都有点看不起他 不过这时却有人按响了门铃 闻声胖子胆忙起身开门 还以为是夜宵到了 可殊不知其实是有地狱使用者来取他的性命了 就这样 胖子不出意外地被送进了地狱 至此死亡游戏现在存活的人数只剩下七人 外国人珍妮 小屁孩宋明语 黑道大姐蔡武真 傻白甜徐明才 憨憨家家卡 刑警条阿伟 最后就是我 而因为死亡游戏中最有实力的柳能涵被送进地狱后 熟悉游戏规则的大家都开始变得谨慎 没人敢主动出击 以至于陆西法都觉得无聊了 随即他决定稍微修改下游戏规则 因为他只想看到人类与恶魔互相厮杀的场面 今天来盘点下所有地狱使用者的罪名与恶魔能力 总共12位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 变态杀人魔刀巴南 狩猎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黑骑士 能力是可以变身为铠甲 增强地狱使用者的作战能力 第二位 普信南柳门寒 无能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鸡哥 能力是可以预知未来一小时将会发生的事 但每年只能使用三次 第三位 徐明彩 偷窥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萨迪乌斯 能力是可以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其他地狱使用者 第四位 刑警条阿伟 无意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盟家 能力暂时未知 第五位 主播佳佳卡 侵犯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真机匠人 能力是可以伪装成任何一个人或恶魔的样子 第六位 黑道大姐蔡武真 欠债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盖鲁冰波 能力是可以附身到任何人类身上 第七位 男主本人 背叛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巴罕木克 能力是可以看见死亡的气息 第八位 被掰断手指的胖子 懒惰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乌斯 能力未知 第九位 练习圣安恩惠 自满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班皮尔 能力未知 第十位 最早被柳能寒干掉的老头 懦弱地狱使用者 绑定恶魔珠鼻怪 能力未知 第十一位 外国人真一 罪名未知 绑定恶魔苏玛玛 能力未知 第十二位 小学生宋明宇 罪名未知 绑定恶魔李亚詹妮 能力未知 最后解决一下大家对刀疤男狩猎地狱的疑惑 他在漫画中 是有使用过一次地狱知识的 但和主线剧情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就没放出来 这里带大家好好欣赏一番 所谓狩猎地狱 首先必须有一只猎物 而启动条件 应该是当被使用者 逼到绝境时才可以出发 转动地狱知识后 地上首先会弹出一坨 由器官组成的不知名物体 紧接着这个东西 会变成一堵由血管 和器官组成的地狱之门 而他将罪人勾进地狱的东西 则是一根肠子 该说不说 这很符合刀疤男变态的形象 最后的最后 有一则通知必须告诉大家 就是地狱创造者这部漫画 由于官方大大要求 后续心意只能每周三更新一集 至于为什么大家懂得都懂 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吧 还会持续更新的 路西法这个封批彻底不装了 居然因为我们剩下的人死得不够快 而决定要修改死亡游戏的规则 原来早在700年前 路西法就曾举办过一场 一模一样的死亡游戏 不过当时所有人 都在毫不犹豫的杀戮 路西法就喜欢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但是现在 由于我和朴阿伟 还有徐明彩的同盟关系 已经把游戏最初互相杀戮的初衷给改变了 随即他召唤出最亲信的手下 中等恶魔泰达米尔 路西法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变这个无聊的局面 文言泰达米尔给路西法支了的损招 路西法大人 请您召唤那个身为同盟核心的人类 就是因为他才让这个游戏陷入了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 我正在慢跑锻炼身体 这时巴罕默克忽然从一旁走出来 他非常认真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打算维持这个同盟到什么时候 现在已经到达游戏中期 想要一直维持同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万一产生了感情会更棘手 说不定那些家伙会先解决你 文言我语气低沉地回复道 巴罕默克 这个事情由我来决定 既然你也是我的搭档 就请相信我吧 我当然相信 但是不要因为你的那些人类情感 让我也消失 也就在巴罕默克说完这句话时 泰达米尔忽然来到了我俩身边 你们好 至高无上的恶魔巴罕默克大人 还有目前主导游戏的颜圣基大人 泰达米尔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这里是通知你们一件事 路西法大人想要见你的人类 说吧泰达米尔大手一挥 我和巴罕默克脚底瞬间出现一道紫色法阵 在我和巴罕默克反应过来时 我俩居然已经被传送到了路西法的办公室 巴罕默克见状连忙单膝下跪 而路西法则直接严肃地说道 巴罕默克 你选择的人类可真优秀啊 居然能将剩下的七名地狱使用者中 四个人都联合起来 还解决了足以被称为候选人的家伙 明过讲了 我们只是在尽可能地享受路西法大人 您主办的游戏而已 不 我可不是在夸你 人类 还有巴罕默克 你们在搞砸我的游戏 居然将应该血肉飞溅的激情死亡游戏 变成了只有小鬼们才会玩的组队游戏 我恨不得立刻让你在这里更换地狱使用者 但那样做有为游戏的公平性 感觉很任性 而且你又不是在游戏过程中完全违背了规则 那样做游戏过分 所以我打算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惩罚 随即路西法打了个响指继续说道 一周之内 在你同盟的两个主力中 解决掉一个人 文言我顿时不爽地回顿了 你怎么能提这么无理的要求 我在组织同盟时没有违法规则 但是你竟然让我在一瞬间就推翻这一切 这显然是你临时改变的心意 我没有理由负责 注意你的言辞人类 在你面前的是地狱里权力最高的存在 路西法 真是个莽撞的人类 虽然你说的没错 但这只是因为善变罢了 而且这个游戏从一开始 就是因我的善变而循的乐子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遵从我的指示的话 我就会再次改变心意 让其他人来代替你和巴罕木克签约完成游戏 你要做的选择不是要不要解决掉同盟 而是选择解决谁 回去选择吧人类 我要说的就这些 还有巴罕木克 你也不要再让我的游戏变得无聊了 随即我和巴罕木克就这样 又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这时我的胳膊突然传来一阵刺动 我露开袖子一看 路西法所说的一周倒计时居然真的开始了 看到胳膊上的倒计时候 我就知道路西法这是在故意逼我犯错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 因为不论选择干掉朴阿伟还是徐明才 对我来说都很不利 于是我准备先回家 好好想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路西法也是恶魔的话 那是不是也应该会有绑定的人类呢 想到这我问了巴罕木克一个问题 巴罕木克 请问路西法他是怎样成为地狱里权力最大的存在呢 或者说 有没有什么能让你坐上他位置的办法呢 听到我这么问巴罕木克有些震惊 不过还是跟我讲了关于路西法手握大权的经过 路西法曾经也和我一样是上等恶魔 但他并不是无与伦比的存在 那时还是上等恶魔的他 在某天和一个叫淡丁的人类签了约 之后他们创造了不幸地 那个地狱堪称杰作 从没有任何一个地狱 有过那么多人类的哀嚎与悲鸣 无论是构造还是通用性 至今为止没有比不幸地狱更优秀的地狱 而因为地狱的级别就代表着恶魔的地狱 所以路西法便以此为基础 瞬间成为了手握地狱大权的存在 等一下 那那个叫淡丁的人类现在怎么样了 有传言说 作为奖励 淡丁得到了勇伤 所以说淡丁就是地狱使用者的原型对吗 而且还有可能活着 按理论来说是这样 那巴罕木克 如果将淡丁送进地狱的话 路西法会怎么样呢 如果真的能把淡丁送进地狱的话 路西法应该就会消亡 文言我立马从沙发上弹起 而巴罕木克见状则赶忙摇头劝我别吗 人类 我只是从理论上这么说 而且对付手握地狱大权的路西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还不如进行选择呢 继续完成游戏成为最后的赢家 那样反而会使你存活的几率更大 不 巴罕木克 你现在没有准确地计算出变数 如果路西法再次改变心意呢 假设路西法之后 能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话倒没问题 但现在他却增加过分的条件来打压我 我已经成为他的眼中钉了 那种家伙为了不让我成为最后的赢家 很有可能会再次改变想法 听到我这么说 巴罕木克也陷入了沉思 他心想我说的没错 因为路西法只是地狱临时的主人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才组织了这个让上等恶魔们自相残杀的游戏 况且现在又故意针对我一个人改变游戏规则 所以人类你是想让地狱变天吗 当然了毕竟只要能成功 存活率就是百分之百 而与此同时 在国外的某处教堂内 身为神父的但丁正在演讲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不久后将会和我有一场恶战 而为了让地狱彻底变天 我又问了巴罕木克一些关于路西法全能的问题 后续内容心里已经争取过了 官方大大要求要等16号才能继续够 请耐心等待吧 当巴罕木克同意和我一起让地狱变天后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 巴罕木克 路西法真的是全知全能吗 当然了 毕竟他是地狱的实权者 不 不是 我不是在说地狱 而是他在人间是否也能利用那些能力 比如除掉我 或者是用外力让我半生不随之类的 那个不好说 按理来说恶魔无法干涉人类的性物 正是因此才会用附身 寄生 装备等手段 路西法之所以能在地狱威胁你 是因为你被召唤到的地狱是他的主场 他在地狱里是全知全能的 不对啊 巴罕木克 那你之前威胁说要碾碎我的灵魂那次呢 接着向巴罕木克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我刚刚发现路西法好像能看到监视我们的画面 那他也能听到声音吗 听到我这么问巴罕木克向空中吐出一团飞烟 然后解释道 路西法之所以能纵观游戏全局 是因为他与萨迪乌斯的低等物主 低等恶魔撒眼的能力相连接 虽然他能远程共享视野 但是无法共享声音 如果真的能听到 那他在你一开始说要变天的时候就会把我叫走了 听到这我也大概懂了 既然路西法没办法亲自除掉我 那只要避免被带去召唤阵就好 而且路西法只是能看到我们而已 只要在假装继续进行游戏的同时制定作战计划 就很有可能不被发现 想到这我拿起手机 将条阿伟和徐明彩 还有佳佳卡一起拉了的群聊 并让他们在晚上11点前来我家里集合 就这样大家都如鱼而至 而我也准备将自己的地狱罪名 以及让地狱变天的计划全盘拖出 因为能最快说服别人的方法就是实话实说 于是在我将罪名 以及如何将柳门寒送进地狱 还有胳膊上的倒计室 全部都给他们坦白完后 下一秒我就挨了徐明彩一拳 直接当场被干翻在地 你个大骗子 可我说过的话就没有一句是真的 自己就是叛徒 还他喵敢把罪名定为背叛 终于朴阿伟看不下去了 他一把拉住徐明彩说道 先别打了 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刑警先生 你都不觉得委屈吗 他竟然那样利用我们 我就是相信他救了我 才赌上性命为他打探情报的 结果都是在骗我 确实那家伙救过你 但不管他有什么企图 都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才救的你 而且现在 不想因为路西法改变心意 而害我们丧命 叫我们来商议的人也是他 并且对于他来说 说出真相不是最简单的活命方法 而是在决定除掉 我们两个中的哪一个之后 选择背叛就可以 所以宅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 文言我沉默了几秒后 难难道 我想救活所有人 你们和我送进地狱的其他人不一样 你们是可以活下来的 只要让路西法的签约人 那个该死的蛋钉 进入地狱之后中断死亡游戏 我们就能活下去 听到我这么说 朴阿伟和徐明才也终于放下戒备 而接下来就进入了制定计划环节 但有两点注意事项 我准备先告诉他们 各位 我们还在进行死亡游戏 就算制定了完美的计划 并且侥幸找到了蛋钉 可如果在实行计划之前 被其他地狱使用者除掉 那么也会出局 并且路西法一有时间就会监视我们 所以除了参与游戏以外 不要做过于招摇的举动 也就是说 不能做出有关变天计划的行动 等等 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调查蛋钉的一人以外 其他三人要尽快找出 两名地狱使用者并除掉他们 那就算我们能除掉 两名地狱使用者 又该怎样躲避路西法的监视呢 我想如果我们和剩下两个人 玩得足够有趣的话 路西法应该不会注意到 我们趁机偷偷准备资料 毕竟他是以享乐为主的善变者 虽然接下来和剩下的 地狱使用者们对抗 是死亡游戏的一环 但也是为了找到 并除掉蛋钉在拖延时间 徐明彩 你的角色很重要 帮我们找到蛋钉 而剩下的人 则是为了保证 徐明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要去做和其他地狱使用者 对抗的诱饵 这就是大致的作战计划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朴阿伟和佳佳卡听后 都觉得可行 就连一直怀疑 我的徐明彩这事 也伸手表示赞同 可就在这时 他们各自绑钉的恶魔 却站出来反对了 带头的真机匠人 更是直接骂了 你小子疯了吗 居然想要背叛路西法大人